演員的現場 為大家請到了一位 非常特別的來賓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就是藝人楊錦華 錦華妳好 藝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藝人錦華 我們今天看到錦華的裝扮 非常地正式 其實這個服裝 一看就是主播的服裝 今天錦華來到我們的現場 是不是要來挑戰一下 當主播的工作呢 對 我要當一日主播 雖然在之前 有飾演過主播的角色 就是愛上女主播 有飾演角色這樣子 但是其實今天感覺有回到 好像要重新去拍 愛上女主播的感覺 對 其實在戲劇裡頭 有時候碰到NG是可以重來的 但是在新聞的現場 其實有時候這個真的就是 一次定江山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挑戰一下 今天有兩則新聞 邀請錦華為各位觀眾朋友播報 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第一則新聞好不好 好 來 請 是兩個好朋友一起考上電視台 後來為了權力及愛情 反目成熟的故事 我在裡面 也第一次嘗試了主播的角色 讓我發現 其實當主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我今天也特地到台視新聞部 當一天的實習主播 幕後花絮 帶您快來看看 因為拜選女王一炮而喉的楊錦華 現在搖身一變成為當家女主播 一身白色正式裝扮 書畫都還來不及完成 搶在開播前拼命順稿 楊錦華直呼真的好緊張 我們看新聞都看了很多遍 每次都在看新聞 所以其實對於主播這個講話的方式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陌生 就真正要上主播台的話 那個真的還滿緊張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那個攝影棚 是 對 快步移動到新聞棚內 台視當家主播林玉如 騎囊相授 提醒播報的小配播 而楊錦華一站上主播台 整個人簡直主播上身 架式十足 怎麼會有這麼專業的表現 原來楊錦華早在新戲當中 就詮釋專業搶眼的名主播 各位觀眾晚上好 我是主播夏正男 楊錦華在新戲中 扮演敢愛敢恨的新聞主播 跟大陸知名演員有精采的對手戲 本來跟好友一起考上電視台 卻因為權威以及愛情反目成仇 詮釋新聞工作者楊錦華也直言 當主播比演戲還要難 就算是真的非常的難過 很可憐 那個眼淚是要撐住的 所以我覺得光這一點 我可能就沒辦法當主播 從大陸再鴻回台灣 這次單綱八點當女主角 楊錦華從拜犬變身當家主播 觀眾準備等著看 據有林佳琦 莊基維台北財務報導 錦華真的是太厲害了 你第一次嘗試新聞Live的播出 剛剛大家都看到了 完全沒有吃螺絲 MG真的是想到的不簡單 謝謝 不過接下來第二個挑戰就比較困難了 這個議題比較嚴肅性一點點 這個是台式新聞部策劃了一年 我們走訪六個國家 推出一個非常有國際觀的節目 而下個星期一就要跟觀眾朋友見面了 我們是不是接下來這則報導 請錦華來幫各位觀眾朋友播報一下 你好 台式新聞部策劃一年 走訪六個國家 為您探索台灣縱橫世界舞台 必須具備關鍵競爭力 第一站來到紐西蘭 紐西蘭人口四百萬 是台灣的六分之一 面積卻有台灣的七倍大 上天賜給他們美麗的國土 卻也面對困難重重的挑戰 採訪團隊帶您直擊紐西蘭的 冰山融化 地球正在發燒 冰河正在哭泣 台式新聞採訪團隊 搭乘直升機前往紐西蘭南島的 法蘭茲約瑟夫冰河 直擊台灣看不見 卻無法置身世外的生態危機 冰河正在急速融化 每一步都不能打 表層冰河織溶解 形成繁复的美景 水洗萬便的地形 就是暖化的直接證據 这部分的河河是非常静静的 它一直在改变 它不是只是动力 而是动力 而是整个颜色 所以这里的河河 会失去7cm 每年都会失去7cm 有些来的冰河 就像是世界的温度计一样 平常我们在台湾 雅日代的国家 我们坐在办公室 我们在路上逛街 我们绝对不晓得 全球暖化的这个证据 到底有多明显 但是当你真的站到冰河 看到这个土石 这样崩落下来 看到很多的水 就在你的脚下流过去 你会真的了解到 水球暖化的问题 气温上升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纽西兰地大人上观念心 还没开始破坏 就已经看见暖化危机 人们在健康的土地上 有现代化的方式 建构伊甸园的梦想 实现着永续发展的愿望 以上是台湿采访团队 我们在纽西兰的采访报道 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为我们大家带来 刚刚这两则报道 您扮演主播的这个星系 下个星系就要上了 是 没错 所以就要祝福您 有非常好的表现 在这边也祝福台湾纵横 可以说是第一 谢谢 谢谢景华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